现在是大头菜的盛产期 当季的蔬菜是最好吃的 把它做成酸甜的口味 可以搭配其他的食物来吃 大头菜是十字花科 也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所以是一种非常好吃的蔬菜 价格又便宜 把它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我切成片状 要切成长条也可以 所以个人的喜欢 我加入了三小匙的盐巴 加入盐巴搅拌一下 让它脱水 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 它就会软化出水 然后再把水倒掉 水倒掉之后 再来把水分挤出来 可以装在纱布里面挤 直接用手挤也可以 因为我做的量不多 所以就没有另外再装入纱布挤 这里只有一颗的量 那这过程中不要沾到生水 包含用具都不要沾到生水和油脂 那做好之后可以先试吃一下 它的咸度有没有很咸 如果太咸的话 就要用开水再冲洗一下 然后接着来调味 我加入的是酱油 还有公盐醋 还有我的秘密武器梅子醋 梅子醋它有一种很特殊的香味 那调味料要加多少 要加什么 也是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加 那我希望有一点 看起来有一点酱油的味道 所以我加了酱油 如果不喜欢有黑黑的味道 就加糖加盐巴和醋 做成酸甜口味 不加酱油也可以 把它拌均匀 把它拌均匀 把酱汁调成你想要的口味 我喜欢生辣椒 加一些进去 我不喜欢蒜头 所以我没加 我这样子只加辣椒 感觉味道有点单调 那其实我是另有用途 这样子做的大头菜 我还可以拿来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炒 要吃的时候再夹一些出来 然后拌一些香油 然后拌一些香菜 那有吃蒜头的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一起加进来拌 吃多少加多少 我的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订阅点赞支持 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MING P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